一星期一本书 一星期一会可以去实现 然而时间证明了 那些不忍触记的留白 有多遗憾 就有多心酸 因为那时候的时光 的确匆匆且短暂 走过儿历之年 慢慢体会 人生没有绝对公平 所谓好运气 不过是将运出帷幄之中 才有了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可能 进入不惑之年 渐渐懂得生活没有捷径可走 所以前半生 必须要付出足够的努力 才能保持以后半生 所期望的美丽 每个人心里 都住着一颗少年心 因为少年心 充满了真善美的单纯 可以没心没肺地睡 可以无忧无虑地涨 可以不慌不忙地爱 只是从来不相信 这样的时光 会一天天被忙碌的士族 乱了心律 会一天天被纷扰的事项 惊了心音 所以 有太多的歌曲 还未及领悟 有许多的好书 还不曾品读 还有很多的风景 来不及驻足 甚至 还没有与最亲的人 好好享受着人间的幸福 时光的快车 便一闪而过 空流 一地落寞 后来的后来 就在某一天 突然地 就听懂了那首 曾经低吟在策的歌 青春的模样 瞬间在心中 升起一片白月光 那么纯净 尽管 有些伤 还有点凉 是的 一夕之间 忽而终年 如果你的前半生 太过匆匆 那么后半生 唯有一心而行 才能豁出一番真性情 前半生的时光 是一把利刃 常常使我们四面楚歌 金歌铁马的生活 往往让我们 丧失了自己 后半生 又要为子女操劳 为生活奔波 独独 没有为自己而活 当岁月与我们握手言和 我们需要做的 便是放下重负 轻装上阵 把战场改为舞台 释放自己 应该有的光彩 今年年初 年江九旬的著名艺术家 乌以丽老师 在央视经典 永流传的节目舞台上 用一生 只守一架前的精神 告诉我们 这是手 不可复制的梁柱 更是他 不可复制的一生 曾宝怡曾经评价说 我们无法选择 自己的出身 却可以选择 用怎样的姿态老去 当我们开始感叹 青春不在 我们必须 永保少年情怀 把自己好好善待 白岩松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 曾一度提及 无论一个人的人生 到了哪个年龄层次 都必须去问问自己 现在的你是否是 十八岁时 想要的样子 后半生 唯有一心而行 才能走出一份大心境 年龄越大 心境越稳 所谓胸中有秋鹤 须是平生 多月厉 经历始终是人生路上一份 不可复制的财富 无论是顺境中生长 还是逆境中生存 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人和事 或近或远 或深或浅 都被捐刻成感恩的诗篇 时光越浓 心境越淡 所谓碎酒情欲真 须是君子淡如水 走过前半生 便可知内心的安静与淡定 才是人生最美的心境 于秋雨曾说 在这喧闹的凡尘 我们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 用来安放灵魂 也许是一座安静宅院 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 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 当我们真正懂了人生不易 余生不要给自己留太多遗憾 这一生不一定要华丽 却一定要珍惜 不用太精彩 却要有情怀 认真的过 真实的活 却要活出一个真实的自我 不是每个人天分都高 能用精湛的话笔 去字意挥洒曼妙 可我们却能把时光赠予的 每一次感动细细勾勒 为后半生描摹一幅真实的人生画卷 如果你的前半生太过匆匆 那么后半生 请依心而行 去走出自己真实快乐的人生 好了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就到这儿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也祝你晚安 好梦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 自古地走在路上 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 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 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 思念将越来越泊 你为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 一笔吹送到天空 我在脚步急促的尝试之中 依然一个人生活 我也曾经憧憬过 后来没结果 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 是用那种特别干牙的喉咙 唱着淡淡的哀愁 我也曾经做梦过 后来更寂寞 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 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 假装我很快就假装我很痛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 自顾的走在路上 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 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 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 思念将越来越拨 你为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 已被吹送到天空 我在脚步急促的尝试之中 依然一个人生活 我也曾经憧憬过 后来没结果 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 是用那种特别干压的喉咙 唱着淡淡的哀愁 我也曾经做梦过 后来更寂寞 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 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 假装我很怀旧 假装我很痛 我也曾经憧憬 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 是用那种特别干压的喉咙 唱着淡淡的哀愁 我也曾经做梦过 后来更寂寞 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 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 假装我很怀旧 假装我很痛 即使我真的很怀旧 而且也很痛